六層樓高的建築物 一半被炸出一个大洞 地上满是残骸 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塔瓦 三号晚间遭到俄罗斯 两枚弹道飞弹攻击 集中一间军事教育机构 和一间医院 至少51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居民言辞中透露无奈 不少学生才迎来新学期 就遇上死劫 乌克兰官方表示 这是开战以来 最致命的攻击之一 由于波塔瓦离俄国领土较近 居民根本来不及避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怒呛俄罗斯是败利 必须为攻击负起责任 传出美国有很大几率 愿意提供远程飞弹援助 但就怕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为扎波罗热核电厂 越来越脆弱 核电厂频频频遭受无人机攻击 与此同时负责武器生产的部长卡米森和其他四位部长 近期都宣布此职下台 导致乌克兰内阁出现多达三分之一职位空缺 泽伦斯基必须尽速重组内阁重振士气 才能继续带领乌克兰面对这场还看不见尽头的战争 三连新闻双部导